如果我要養一隻狗 我很想牠很聽我的話 所以我就叫牠乖乖了 我想了很久 這個是我最想叫寵物的名字 但是因為牠不是很乖 不過幸好牠的樣子很治療 我經常看著牠就算牠很不乖 或者經常都要幫牠撿屎撿尿 我也覺得很甘願幫牠撿 或者牠以前小時候牠會牙痕 牠經常會咬爛我家的鞋子 咬爛你的鞋子 咬爛我的鞋子 所以我當時很生氣 但我媽媽又說牠是嬰兒,牠是不懂的 所以我唯有去教牠 咬爛了幾千元的鞋子 我經常都想我第一次養 應該要養一隻自己喜歡的狗 否則我會覺得 我會沒有那麼多心機和心力 去改變我個人的習慣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 即是我個人都是比較… 懶和急、懶 我又覺得我不是那些完全有責任心的人 但我養了這隻寵物之後 我覺得是令到我整個人很有贬心 我沒有養過狗的 但我本來是想要一隻女生的狗 我便開始選擇 我選了一兩個星期 最終選了這隻比虹 然後牠就送過來 然後我跟朋友說我養一隻比虹 牠是女生 直至有一次我的朋友來我家玩 即是我們一起吃火鍋 牠們就這樣抱起牠玩 然後他說你又說你隻狗是女生 為何牠有嘰嘰 我問這個不是尿道嗎 不是每隻狗都有的嗎 我不知道 我以為人類和狗的結構不同 然後才發現原來牠是男生 但我又覺得是天意 沒有辦法 命中注定我要養一隻男的小狗